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为我能独占 我虽然是个牛仔 在酒吧吃点牛奶 为什么不喝啤酒 因为啤酒伤身体 很多人不将眼睛 嚣张都靠无气 只说空卷 就说生蚂蚁 小扑儿快点过来 我的宝宝真乖 这里有颗小瓜子 还有一颗小松子 小扑儿快点过来 真乖 让把鼻摸摸你的狗头 来跟着把鼻的手指 一起左右摇摆 你怎么安心叹气的呀 前几天手机收到了女神的微信 你想约我明天一起去秋游 有出戏了 这个挺好吗 怎么还安心叹气 听说女神都喜欢帅气的男神 可我一个大只男也不懂打扮 出去和女神站一起会不会丢脸呀 小扑儿你给我这只招 怎么穿才能显得潮不帅气呢 别担心 我已经在微品会大牌日给你买好了 这两件美方的联名款有我在上面 约会带上我啊 眼光不错嘛小扑儿 而且才一两百 我可没乱花你的钱 点评人去链接或者微品会 搜小松鼠罐慢慢买呀 看起来挺合身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呀 我平时很关心你的 而且万一买回来不合穿 还有事跟上门面对面换货服务哦 你呀想的可太周到了 那我明天就可以帅气的见女神了 呀呼 今天早上我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之中 发现床头有异常的响动 然后一看小扑儿正叼着一块棉花 迅速的钻进了我的床头柜 于是我挪开了垃圾桶 打开了床头柜 啊哈 它果然就在里面 我还没有问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 它就抛走了 于是我又拿了一块棉花和它交换 最后通过愉快的交流 它拿了棉花又冲进了我的床头柜 这次我拍得很清楚 它通过床头柜下面的缝隙 迅速的钻入了我的抽屉中 瞧 这次棉花还没来得及放下呢 诶 别跑呀 小扑儿你给我解释解释啊 人家只是想睡得离你近一点啊 呦呦 小扑儿 恢复原型吧 我请你吃西瓜 一二三遍 我总算恢复自由了 可以吃大西瓜咯 你吃个西瓜把熊蛙脑袋都弄脏了 快点给我 不给 给我 好吧 我怕你反手一个耳腕呢 来 到下面来吃 嘿嘿 大西瓜又归我了 呦呦 小优兔 小优兔 谢谢大家